嗨,朋友们好,我是老简观世界,今天又见面了,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事情,就是新衣改应该越改越好才对,朋友们从去年开始啊,这个酝酿职工医保门诊报销制度,那么近日有了新的动向了, 这个政策呢,从前年就开始策划,本来要于去年这个推出的,但是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受到很多民众的这个质疑,那么暂时呢就割下来, 那么现在呢,我们的这些设计师们在办公室这个经过400多天的这个苦思冥想,终于寄出了一个新的职工门诊报销政策,我们来看一看, 真是亏死了,45岁以上的参谋人,个人账户将减少一半,45岁以下的将减少三分之一,这就是2022年1月1日起,即将实施的门诊妥销制度,以后普通门诊也可以报销了,报销的起伏线为100元,最多报销400元,暂时职工的报销比例为50%,退休人员为60%,你对这个医保的新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真是亏死了。 当然,正式的文件下来,它肯定是很长很长,有些人这个不动点脑筋,你是看不懂的,那么这个视频呢,它就这个条款性的,这个关键性的词跟你说出来,这个有利于大家,这个去理解关键的东西,我们看这么,这个45岁以上的,这个个人丈夫啊,减少一半, 那么为什么他要规定这个45岁以上的,这个就减少一半呢?因为一般来说45岁以上的,这个这些职工啊,他交这个医保的这个交费年限呢,已经有10多年了,或者20多年了,他不可能改变了,是不是?在职的更不会改变。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45岁以下个人丈夫,这个减少三分之一呢? 因为呀,我们这个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啊,这个群体,这个有很大的不同,有一部分是在职的,比如说,比方说这个公务员的,还有现在还现存的这些国企的,这些职工参保。 那么另一部分,这个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,灵活自由的就业者,那么据有关部门统计,我们现在有两个亿的灵活就业者,那么有关专家这个说,这个几年以后要达到四个亿,这个灵活就业的人。 那么他们也交纳的这个职工医保,我们都知道我们职工医保这个存在有这个两种交费方式,这个一个是职工医保的住院财报销的医保,那么它就要更便宜一些,四千多块钱就可以了,可以报销85%。 那么这个,还有这个一种交法就是全额的,就是有个人账户的这种职工医保,那么它总额要七千多块钱,我们这里,你如果说,这个不交纳个人账户的这种医保呢,你可以省下三千来块钱。 那么,所以它要规定这个45岁以下的人,这个医保卡里的钱啊,只减,只减少三分之一。 因为这部分人太嫩了,是不是,他这个交费的这个医保的这个年限不是很长,他随时随地的可能改变他的交费方式。 这个制定政策的人,他一定是这样考虑的。 那么最使人这个不能接受的是这个门诊报销,也要规定一个起伏线,一百块钱。 我的理解哈,这个起伏线一百块钱是什么意思? 就是说你在门诊这个,看了一百块钱以下的这部分钱,你是一分钱都报不了的。 那么你要这个开药,开到了一百块钱以上,他才这个开始报销。 但是很多小的这个伤口感冒啊,这些感冒发烧啊,这些病,在这个药店买药,有时候还用不上一百块钱。 是不是?那么你到医院里头,你还要挂好费,还要排队,还要这个请大夫看,这个又耽搁时间,花的钱又不能报销,在一百块钱以下你就不能报销。 他是不是这个很难接受,是不是?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,在职的职工报销百分之五十,这个退休的职工报销百分之六十,那么最多四百元封顶,那么我们打个比方来说,一个在职的这个职工或者公务员,那么他在这个门诊去开命,他要这个花了, 医生给他开了两百块钱的药,他只能报销五十块钱,他自己就付出了一百五十块钱,大家这个心里都明白,谁这个更划算,现在更划算,还是以前更划算,对不对? 这种做法,这个有点是个割韭菜的方式,是不是? 我们说这个卡里一般这个小病,上风感冒啊,都是在药店,这个买点药,不用去医院看病,是不是? 后,那么新疫感以后,那么他的小伤小病这个,就要到这个医院里去看病,去看病,那么你这个起伏限就是一百块钱, 我们都知道这个,我们咱们医保这个集中采购以后啊,把很多药品都降下来了, 比方说,以前这个帮助睡眠的药,这个走玄匹克这种药,以前是卖二十多块钱,一盒,一盒才七颗, 那么现在这个集中采购以后啊,这种药现在降下来只有几块钱一盒, 那么一个退休职工或者再职职工,你在医院里去看病,那么要开上一百块钱以上的药, 那个要开很多很多的药,因为你集中采购这个药品比较便宜,是不是? 会不会造成这个药的浪费呢?医药资源的浪费呢?你开很多药回去这个割久了, 比方说你是感冒那些,感冒好了,然后那些药没吃完就割在家园, 这个放置久了就要失效,药品都有这个有效期的,是不是?会造成新的浪费, 我们门诊报销,那么要去这个三甲医院的人就会更多了, 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其中就有这个规定了,很多药这个三甲医院有的, 那么这个二甲医院,一甲医院就没有,有些药,比方说我上面说的那个左旋匹克, 那么在三甲医院才能买到,才能开到,在二甲医院里头是没有这种药的, 这个医改医保部门不给它配置这种药, 据说这个如果新的一甲医要这样改的话,那么三甲医院那就更拥挤了, 这个新的一甲方案,这个给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,这个想法很聪明, 但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座位很真实,他的行为也很真实, 每个人都会这个权衡利弊,会选择出自己的这个对案方法, 我们也请大伙来评一评,职工医保是越改越好,还是越改越不好呢, 这样改行不行呢,我们来评一评吧,谢谢各位观看,再见。